請同學在161頁那裡 書上圖形 一樣你在B那個地方 畫一個直角 這樣就知道了 重點在哪 什麼地方 161頁 圖形 圖16 B點那裡畫一個直角 A點那邊畫一條直線 所以 這邊還是要跟同學講 就是說你要聽懂 那否則 讓你照著161頁圖形來描 你都不一定把 那個正確關係給描出來 你要懂它的原理是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好162頁 一樣在B點那裡畫一個直角 B圖 B圖 A點那裡畫一條直線 C點是不是比原來 A點的 X的數量還要少 所以它是計分物品 這樣聽懂嗎 這是第二個 人家如果問你 有沒有學經濟學 就說有 就把這講給他聽 他就停了傻眼 152頁這裡 賭博保險與編輯效用 這邊跟同學稍微提一下而已 那不在考試範圍裡面 這邊書上講說1990年他去做調查結果 他說有超過18%的人有簽過大家的六合彩 那我問一下同學 有買過公益彩券的同學 舉手我看 很多嘛 那你們是賭徒嗎 你們是不是賭徒 不是 做公益 好 來153頁 他說賭博保險與不確定性 好 那我們先看 在153頁這邊有不確定性 還有風險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不確定性是我們連機率都不知道 風險是我們知道他的機率是多少 書上14章那邊有提到了 那他說 垂直丟下10元銅板一個 當出現人頭的時候 你贏一塊 出現背面你就輸一塊 他說這是一個賭博 你買一輛車 怕被小偷偷一年花一萬塊去買竊險 如果被偷 保險公司賠你30萬 如果沒有被偷 那保險公司就可以賺走一萬 同學知道 好那我們算 他的 到底這個賭局到底公不公平 我們要算他的數學期待值 期望值 或期待值 那這個怎麼算 來我們看 書上舉一個例子 他說你出一塊錢就可以從零到九十九 總共一百個數字裡面 然後去猜一個數字 如果這數字與袋子內的一百支牌上一樣的話 那你就可以贏 可以得到一百塊 如果猜錯的話 那你就賠一塊 那這個期待值是什麼 來翻過來 就是贏九十九塊的幾率 加上賠一塊 還有賠一塊的幾率 那剛好是零 那這個就是一個公平的賭局 如果數學期待值是零的話 那到底什麼人會去賭博 什麼人不會去賭博 那這跟他是風險的愛好者 還是風險的厭惡者 還是風險的中立者有關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比如說這是錢好了 這是你的效用 這跟你的 你的效用函數是這樣 還是這樣有關 比如說是這樣 我根據我的期待值去算 算出來的 我的效用只有在這裡 但是如果你是風險的愛好者 它的效用會比較高 那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算出來的 我花錢去賭它的機率 我的算出來的期待值在這裡 但是你的效用會在這裡 反而比較低 所以跟你的 你是風險的厭惡者 還是風險的愛好者是有關的 風險的中立者呢 它的效用就是值的 剛好就是 它的效用是值的 剛好我算出來的期待值 跟我的效用期待值是一樣的 這樣懂意思嗎 比如說我剛才算出來的期待值 剛好是公平的話 這我不講話 會越講越複雜 就是跟你 你到底是 很多人去賭博的原因是什麼 他明知道那是不公平的 可是他總是覺得 他產運高漲 他的運氣比人家好 那他就會去賭 那風險的厭惡者就是 即使是公平的賭局 但他認為 好運不會到我頭上來 他還是不願意去玩 那風險的厭惡者 那書上底下 150頁底下寫的就是 剛好黑板上所畫的那個 到底它的風險 到底它的效用期待值 是比較高還是比較低 那書上這邊 在155頁 中間那裡 事實上大家最普通的讀法是 主頭扣掉10% 他一定要抽頭 那公益彩券是不是抽掉更多 更多 那更不公平 更不公平 那為什麼還是有人去買 他說 難怪要驚動愛國 或者是公益來鼓勵 好我問一下 現在公益彩券是50塊錢 對不對 那你會去買嗎 請問如果 公益彩券的價格乘上10倍 是500塊 他的彩金也乘上10倍 請問你會去買嗎 兩邊都乘上10倍喔 或者公益彩券價格50塊 乘上100倍 獎金也乘上100倍 你會不會去買 所以什麼時候會去買 應該是說 如果我沒有中 對我來講 損失不大 影響不大的時候 我才會去買 我才會去買 如果 這一個我去買 比如說 一支五萬 假設買一支五萬塊 你就考慮 買了以後我連生活費都沒了 搞不好下個月生活費都沒了 那我就不會去買 其實不管後面的財經有多大 那保險也是一樣 比如說這部車子假設 100萬 那我花2萬塊去買保險 萬一沒有 我可以接受 萬一賠了 萬一不見了 丟了 被偷了 那可能保險公司賠我 不會賠到100萬 可能賠我80萬 那我損失的 這個我可以接受 那我就會去保險 那書上講說 這個跟什麼 在155頁 倒數第三段那裡 他說 在不同所得階段 所得的邊際效用 有的地增 有的地減 第二個 他的所得邊際效用 地減 但自認財運高照 勝算在我 那底下 書上講 任何人都是賭徒 廣義來講 每個人的 所得的邊際效用 應該都是地減的 而且 人人在賭 他說 你可以直覺反應 他說 這個推斷 推斷太強烈 他說不用急 底下會有 會有談到 這個 他在這邊先強調一點 只要賭 賭比不賭好 任何人都會賭 也就是說你如果 贏的機率很大的話 坦白講 你大概都會去試試看 那底下講一個 這個叫聖彼得堡矛盾 在156頁第二行那裡 他講的是什麼 他說 什麼叫聖彼得堡矛盾 他說 有一個賭局 如果丟一個銅板出現一次正面 就二分之一 你可以得兩塊 如果出現兩次正面 你可以再得四塊 照樣算下去 他的數學期待值是無窮大的 那問題是 你可不可以拿無窮大的財富 來玩這個 那事實上是沒有 這聖彼得堡的矛盾 好 第五章 到這邊告一段落 有的 有的 要